男孩慌了,他竟然能透过皮肤看到女人的心跳 感官被无限放大 小笔声,重表声,吵得男孩无所适从 他冲出教室,躲进狭小的屋子,眼睛冒出红光 下一秒,能把手指变得炙热灼人 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无所遁形 女人面色猙獰,忍受着分娩带来的痛苦 终于,他诞下了一个婴儿 但这个婴儿可不一般 他是可星近前年来第一个自然分娩的孩子 夫妻俩为他取名卡尔 由于过度的开采核心资源 这颗星球即将内爆毁灭 同时,星球的最高武力统治者 佐德将军发起了政变 他认为是议会的无能 才导致可星的毁灭 但作为婴儿父亲的科学家艾尔 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没有选择与佐德合作 而是来到中区原始室 拿走了基因秘点 艾尔夫妻选中了一颗充满智慧生命的星球 并将秘点注入到婴儿的体内 打算让他带着可星的未来 开启新的生活 可佐德也找上门来 让艾尔交出秘点 为了刚出生的孩子 艾尔与对方缠斗在一起 随着飞船的发射 佐德愤怒地杀死了艾尔 但回过神的一会儿 迅速平定了叛乱 并宣判将佐德的肉身囚禁 放逐到黑洞三百年 然而可星却依旧没有躲过毁灭的命运 在宇宙中爆炸破碎 而这个可星最后的婴儿 则顺利地来到地球 从小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 一次小车失事掉进了河里 眼看所有人都要溺水死去 卡尔却将车子缓缓推出水面 简直竟带了一众小伙伴 虽然是救人性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另类的存在 卡尔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自己与众不同 而父亲却告诉了他真相 卡尔是他从一艘飞船中发现的 与之一起的还有一枚钥匙 父亲将东西交给卡尔 同时要他学会隐藏自己 这样做不仅是保护卡尔 也是在保护人类 可在一次龙卷风袭击中 父亲为了不暴露卡尔的超能力 拒绝他营救自己 消失在龙卷风中 卡尔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去 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 卡尔再次出现是在艾尔斯密 他用激光眼融化冰层来到冰山深处 这里竟然停着一架飞船 控制台的孔洞吸引了卡尔的注意力 他拽下胸前的钥匙插了进去 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卡尔立马追了上去 人影出现正是卡尔亲生父亲的AI还原 卡尔从父亲那里得知了一切 包括克星的诞生与毁灭 父亲说他是克星的寄托与希望 希望他能守护地球 避免重复克星的老路 父亲还送给卡尔一份礼物 克星人的专属披风 自此超人诞生 这是超人的第一次飞行 33年的地球生活 让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他可以更快更强 甚至创造奇迹 重出大气层飞向宇宙 终于知道身世之谜的超人 想把消息告诉最爱的人 他的养母 但与此同时 一艘外星飞船降临地球 大乱了平静的生活 飞船控制了全世界的通讯设备 要求地球24小时内 叫出超人 否则就要摧毁世界 超人当然也看到了讯息 一番纠结之后 他选择出现在人类面前 与人类接洽 但这绝不是让人类控制他 飞船降落 将超人带走 在这里 超人见到了杀父仇人 佐德将军 可身体却出现了排斥反应 倒地吐血昏迷 通过和佐德在精神世界的交谈 超人了解到 原来克星毁灭后 他们的封印也就解除了 球尽的飞船反而成了他们逃跑的工具 在收到超人不小心发出的求救信号后 他们掌握了坐标降临地球 只要再得到秘点 就能在这里重建克星 瞪到超人再次醒来 对方已经抽出了他的血液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 超人已经恢复了一定的行动能力 他破开船壁回到地球 与此同时 佐德带人来到杨母家 可并没有发现秘点 刚想对杨母动手 超人却杀了回来 两人从郊外冲到小镇 坐得将军的面罩破损 地球的环境让他变得异常虚弱 被飞船带走 剩下两名手下与超人对峙 而人类也参与其中 但人类在可行与战士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连飞机也是随手就能解决的玩意儿 超人救下飞行员 再次与对方缠斗 此时一枚导弹击中与战士 对方这才暂时性撤退 而回到飞船的可行人 通过对超人的血液研究有了发现 原来他们一直追寻的 记录着数十亿的基因的秘点 就藏在超人的每一个细胞中 将军下令启动世界引擎 他要将地球彻底改造成第二个可行 引擎降临地球和飞船开始同步作业 改变地球质量污浊大气 环境改造一旦完成 人类必然灭亡 关键时刻超人挺身而出 他不能看着人类毁灭 然而地球长大的他 根本适应不了可行的环境 被引擎触手缠住 狠狠地砸向地面 超人顶住巨大的冲击力战器 他再次冲向引擎 他成功了 另一边 人类也为了守护家园而战 他们想要利用 超人乘坐过的飞行器 炸毁可行人的飞船 然而可行女战士的出现 人类就像带载的羔羊 毫无反抗之力 关键时刻尚未做出决断 一个好死是自己的责任 扣众中心产生了一个奇异点 就像黑洞一样 将飞船暗息了进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世界引擎虽然被毁 但佐德将军逃过一劫 两人将进行最终的决战 整座城市都成为了两人的战场 摧毁的建筑不计其数 作为战士的佐德 很快适应了地球的重力环境 他拖下战架 和超人打到了空中 甚至外太空也成了他们的战场 两人碎入一座建筑 佐德被超人牵住 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报复 佐德双眼射出激光 激光渐渐逼近无辜的人类 超人身上杀死了最后一名族人 他跪在地上看着眼前的一切 伤心地大声嘶吼着 世界危机终于解除 超人也选择回归了平淡的生活 当人类需要他时 相信超人将会再次出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